好 主持人也關心 金華城B案的最新進展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辦公室主任 同時也是柯文哲大帳房的李文宗 是因為被檢方認定說有涉嫌 違背職務受惠以及背信等等罪嫌 在9月底的時候是被羈押禁見的 那麼眼看兩個月的羈押期即將要屆滿 因此檢察官是來向法院申請延壓 那北院也預計將在等一下10點10分的時候 會來掀開現月庭 那麼所謂的現月庭呢 就是說律師進到法庭之後呢 能夠靠手寫筆記的方式來寫一下這些相關事證 是沒有辦法透過拍攝或者是影印的方式 把這些資料給帶離開法庭 那麼在寫完筆記之後呢 這些資料都必須要找交回到了北院這邊 那後續呢2點的延壓庭的時候 才可以拿出這些筆記來做後續的攻防站 那過去呢這個李文宗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之內呢 是被密集的提訓了6次 今天延壓庭的結果呢 很有可能會被延壓 是因為法律界分析說呢 因為李文宗在過去的時候 是沒有像這個珠珠虎一樣完全認罪 加上說目前整起案件當中 其實還有共犯在外面的 像是舉子徐止瑜現在還在國外 因此擔心說可能會有串供之餘 以此為理由將他來繼續延壓 不過稍晚呢 這個他的律師也將到現場來開 現月以及延壓庭 那麼以上就是目前最新情形 先把閒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